哈喽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入江神山 前段时间呢我拍了一个小广告 作为道具呢 我买了这个花木兰的水晶猎龙者的手板是典藏款的 那我其实对手板很感兴趣 但是因为我家境平寒 就没有买过那种正儿八经的手板 之前呢也是买过一个就是250块钱的尸体服带 结果买完之后呢发现还真的是个200 那今天呢神山就想做一个视频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款花木兰的手板 这款手板呢是出自游戏王者荣耀里面 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一定不陌生 花木兰呢它是一个战匙有两种形态 一种呢就是双剑形态 还有一种呢就是巨剑 当然它的两种形态呢外观方面就是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手持的武器形态不同 那手板的这个皮肤呢可能是玩家最喜欢的皮肤啦 甚至我觉得妙之一 这个皮肤呢也是经历过很多代的改版 每次改版它的布料都比上次多一点 所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它应该不是初代 我刚刚好像说错了一个东西 就花木兰的这个皮肤呢一共出了两个版本的手板 一个是典藏版 一个是荣耀典藏版 也就是它没有普通版 就像我和我的狗舌一样 大家都很帅 我是很帅plus 那我刚刚一直把它放在后面 大家可能看不到它一个直观的大小 现在我把它抱在手里了 那它的普通版和这个荣耀典藏版有什么区别呢 普通版就是花木兰采的就是一块地 旁边呢有两粗水晶 而这个荣耀典藏版呢是一只龙 我看到两个售价进行了一个换算 就是为了这头龙 大家要多花600块钱 那至于它值不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这款手板的高度呢大概是35公分 重量呢有4公斤 我就不颠了 因为这个花木兰是插在这个上面的 它这把大剑呢是需要玩家自己装上去的 那这个大剑呢 它是要用热的吹风机吹手 把手吹软之后呢再塞进去 里面有个卡槽 正确的方式呢应该卡槽对准手心 然后再把它手放到一个合适的度 一直捏着等它降温 就可以把剑很完美的固定住了 但是像我这种呢简单的放上去 把剑呢一边扛在它的肩上 也是可以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造型 在我看来呢 一个手办最重要的点 应该就它的整体造型 细节和材质了 接下来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宽布兰水晶猎龙者这款手办 它整体性非常好 表现为它的配色非常统一 而且龙和杂的材质呢也相辅相成 那基本上你把爆出来的第一眼 大家看着都会觉得比较喜欢 比较淘草的一点就是 它魔幻奇材的元素基本上都在了 比如大家喜欢的龙啊 盔甲 还有美人 像布兰这款手办呢 它有些元素是相互关联的 比如说它早下的雪晶 和它手里的那柄剑 那这样的设计呢 就会让很多没有看过背景故事的玩家呢 光是通过它的名称和看这个手办 脑海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联想 会有一种故事感 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说这款手办的细节了 我想如果假设我后期在做手办的话 我一定要买个架子 把它安稳稳地放在这里 我觉得我一动手 然后它这个花板就晃一下 让我心里好闲啊 那其实我觉得这款手办呢 它是有一个败笔的 这个败笔呢 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们放到最后来说 那先从上往下看吧 这个手办呢 细节呢 我觉得还真是蛮不错 比如说它的发丝 木兰的甲 特别是手甲 臂甲 裙甲 胸甲 还有腿甲 它上半身呢 是比较新的 下半身的腿部呢 会有些划痕的做皱处理 那整体感觉呢 就是这个材质感 非常的逼真 扑面而来的感觉 因为老神晒呢 没有接触过更高规格的手办 我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 但是在我看来呢 这个细节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 前面也说了 木兰的武器和它裙甲 边边的那些装饰呢 都和它脚下的水晶材质 是看上去一样的 这样的呢 会让老玩家就是 觉得没有跳脱管 和它的设定一致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木兰脚下这个龙 我们都知道 花木兰有句台词 叫做迅龙猎龙调教龙 那这个龙呢 已经整体的把花木兰 抱在了怀里 那也就说明 这个龙呢 已经是完成了调教之后的形态了 龙的细节呢 就它的尖牙 它的利爪 还有它脚 都做得很锐 就比较尖 龙背面那个翅膀 它这个皮肤就粗糙硬皮的纹理感 都做得比较漂亮 但是龙的领甲 就领甲部分呢 还是比较顿的 细节是有的 但是却没有那么的精益 丑滋 那整体型还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手办 它的占用面积 其实并不是很大 那么它在有限的空间呢 把这个龙坐进去 就采用了一个思路 就这个龙呢 它利用一部分的翅膀 把龙的后半部分 还有尾巴 就全部都遮住了 它整体感又很好 又不会就是 加大它的占用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讨巧的一个设计思路 在龙嘴的旁边呢 有王者文的标志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标志 你也抠不掉呀 那这都是花木兰 水晶猎龙者 一整体的一个手办 最后呢 我要开始说 它拜比了 就它的脸 大家都知道 圆化的脸和模型的脸不一样 这是很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它这个手办的脸也太长了 浪里浪里浪里 那长就归长吧 它细节处理也不是很好 因为它这个皮肤呢 其实大家看出来是没有细节 包括它腮红啊 包括它眼影啊 包括它下面一些阴影啊 其实都是没有做出来的 那它这个眼睛部分呢 虽然上了一些反光的涂料 就你灯照上去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眼神光的感觉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它这个 你来拼拼它的眼睛 有没有像小学时候 在你学校旁边小卖部 卖着两块钱的那个娃娃子 画上去的眼睛 我真的是好像啊 哦对了 就是它这个阴影呢 并不是像大家化妆一样 都是有那种 我知道我这个赛红 我知道你们都 都肯定是忍了很抖了 不是像我这样子的 因为正常人的皮肤呢 它不可能就 平均是一个色的 它会有一些就是层次感 我说的阴影呢 就是希望在花木兰 这个脸上 它会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感 好了各位小伙伴 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你们知道吗 我家隔壁的隔壁 又开始装修了 就去年的时候呢 我家的隔壁 装了一年的时间 我刚刚一家说的时候 它就在 在那里打孔 我终于试完了 我家隔壁的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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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的隔壁